好,接上个视频,现在呢,我已经勾到最后了 我们这里是一二三四 勾到四个长针,然后我们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勾出来一组长针的夹针 好,长针的夹针勾好之后,我们绕线 然后在最后一个长针里面 最后一个针里面勾出来一个长针 好,这一圈呢,我们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跟第一针这里引拔合并 结束这一圈,我们绕线 开始勾第七圈 第七圈呢,我们这里啊,这个头围 大家拿材料包的话,这个材料包里面都有皮尺 可以量一下这一圈的长度 可以量一下宝宝的头围 然后根据宝宝头围的大小来勾 我们这里呢,我是要再勾一圈 我们再一针勾出来一个正常的长针 然后再绕线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勾出来一个长针 我们这里要勾出来 我们这里要勾出来格五加一 然后我们后面呢,都按照这个规律 这一圈全部是勾的格五加一 勾单独的五个长针 然后再勾出来一组长针的加针 这就是格五加一 大家自己动手完成一下 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我勾的时候,我录的时候勾的比较快 跟不上速度的,大家谅解一下 然后自己把视频定一下 跟上速度的再开始看就行了 这里我就不再多讲了 那么没有想象中处理 如果有一点注意点 那么,我们来看之前 我们来看,我们来看 比较大潇流、一点点 好, приех� 本来的多数小针 我们来看,我们去再做点 好,学画一些端 说,转开了 。 我们勾到最后一针的时候 最后一针里面是一组长针的加针 这样就是对的 大家勾完美 勾完一圈都要数一下啊 不然哪里错了都不知道 少针多针都不知道 然后现在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小帽子啊 帽顶 帽顶这里就出来了 然后呢我们这是第几圈 一二三四五六七 第七圈 第七圈呢 然后我们现在要勾 勾两圈的不加不减 不加不减就是每一针里面勾出来 每一针里面勾出来一个长针 勾一圈 我们一共这里是要勾两圈 大家自己动手把这两圈给勾好 勾好之后我再来讲 嗯 这里因为是没有 没有什么难度啊 这个这两圈 第八圈第九圈没有什么难度 所以我就不再多讲了 然后大家自己动手勾一下 我下个视频就直接开始讲 嗯 开始讲后面的勾法 大家自己把第八圈第九圈 第九圈勾一下哈 哦 不是 dunure 我下来讲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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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